我们人是五蕴之内 佛菩萨是五蕴之外 植物的生命也是五蕴之外 请认识师父五蕴之外 什么样的世界如何运作呢 五蕴它本身是个微尘世界 你比方说花会说花 你听得见不呢 它就是这么运作的 对不对 你说植物它的生命 你能感觉到不呢 感觉到它是有生命的呀 这个植物生命就是花草呀 花草你能感受到不呢 对不对呀 好了 你这个 那师父五蕴和 你讲 五蕴和五蕴是什么关系呢 五蕴就是 我们经常说眼耳鼻舌生意呀 天耳鼻舌生啊 对不对呀 对对对 对不对呀 那你讲讲看了 对对 他受想行事啊 对不对 色运啊 对不对呀 色受想行事不是五蕴啊 对对对 你的意识啊 对不对 你的行运啊 你的想运啊 对不对呀 你的意识就是看不见的了 基本上这个五蕴都是 基本上都是看不见的 但是这个五行呢 五行是属于阴阳呀 明白了吗 哦 那这边有吗 师父 有没有太多的联系 但是你完全说它 没有联系 也是有的呀 你说说看 任何东西都有联系的 你比方说 它这个金 五水 火土 五大类 这个称为五行 实际上 这个五种 单一的事物 并不是它抽象的 它是 可以合在一起 又可以分开的 独立的 它是一种 这个原始的系统论 所讲的呀 相辅相成的呀 哦 你听得懂吗 你比方说 明白了 金啊 木啊 土啊 你在这个 人生当中 你都没有一个东西 都能够离开它的呀 你说你每个人 有的人 每个人 有的人属土啦 对不对呀 有的人属金啦 有的人属水的话嘛 这个人 要经常家里 放一点 什么东西 啊 我不是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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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位 我不是一位 那有什么